鹰的眼睛和豹的速度 看看老鹰狩猎小花豹 小花豹刚刚出生不久 比较贪玩 但是母亲出去狩猎的时候很危险 老鹰在空中 盘旋就是在寻找猎物 一旦发现猎物 它就会俯虫下来 俯虫的力量相当强大 用爪子牢牢的抓住猎物 小花豹也发现危险了 开始躲藏 但是老鹰狩猎的成功率非常高 爪子可以抓到猎物的肉里面 现在开始俯虫下来 直接拿下小花豹 打包带回家 才是美味了 母亲花豹发现了危险 现在迅速的赶回来 但是已经晚了 老鹰在树上吃的正香 直接花豹找到了老鹰的巢穴 这豹脾气绝对会报仇的 动物更记仇啊 花豹上树的本事相当好 在树上跟平地一样 但是来的已经晚了 我们看看花豹是如何报复老鹰的 看看这个眼神啊 都带着杀气 在树上啊 不次于沸沸 太灵活了 直接把老鹰的巢穴给端了 以牙还牙 把这个小鹰拿下 报仇很到位 今天花豹妈妈的表现不错啊 为小花豹报仇成功 好 疯狂的水牛 反杀狮子王 今天狮子王啊 单枪踢马 狩猎小水牛 但是母亲水牛啊顽强反抗 尝起了猫猫 现在狮群赶过来了 很危险呢 这小牛犊子一口就要命啊 弄不好这娘俩啊 都得被狮子狮猎 看看这边的水牛 相当凶狠 直接把牛角啊 挂到了狮子的后腿上 旁边的狮子都看傻眼了 不敢上来啊 同伴回来营救这娘俩了 它们可以逃过一劫了 漂亮 水牛啊还是比较七星的 水牛虽然是狮子的主要食物 但是每年死在水牛脚下的狮子 是最多的 今天狮子王啊 狮猎真的不太顺利 遭到了顽强的反杀 遭到了顽强的反杀 这个水牛群太强大了 水牛群太强大了 接着看 准备把狮子赶出这片草原啊 狮子王啊被逼的走投无路 上了树 掉下来就死定了 看看被水牛一顿干 这可真是一点机会不给啊 今天呢 水牛终于出气了啊 报仇成功 哎呦 强大的河马 无情的攻击狮子 狮子虽然是百兽之王啊 但是一旦到了嘴里面 河马轻松的干掉狮子 包括鳄鱼啊 也可以攻击狮子 但是河马和鳄鱼一旦上岸 也会遭到狮子的狮猎 狮子啊 狮子啊 狮子啊是猫科动物当中 唯一群体狩猎的 老虎 花豹猎豹 它们都是单打独斗 所以说狮子的狩猎成功率啊 相当高 看看这河马大嘴 这一口 可以把狮子的脑袋咬住 河马对领地的占有权呢 相当 关注 也相当的在意 三尊多重 小端腿 跑得也挺快 看看这个狮子啊 准备过河 在水中啊 一样被河马轻松的拿下 母狮啊 迅速的上岸 看一看这河马 绝对一点面子不给啊 这个石头王想休息一会都不行 看看河马的潜水能力还很强 可以在水下行走 小狮子顺利过河 今天不错啊 母亲的表现非常到位 这河马轻松的 人啊 河马轻松的 人啊 河马轻松的 狮子也受伤了 死定了啊 强大的非洲象 反杀狮子 看看这个象群数量真不少啊 成年的非洲象啊 体重达到了5-8吨 绝对是个重量级的选手 小象成为狮子的狮猎木妖 狮子早已潜伏多时啊 大象的主要攻击武器就是它的鼻子 还有象牙 看看小象轻松的被狮子扳倒 四脚超天呢 这只是中年的大象 也很有攻击性 现在整个象群呢 开始反杀式的 营救小象 看看这大鼻子啊 可以卷起一吨重的东西 也可以呢 把地下的花生捡起来 你说说有多牛 一看这也是个暴皮线啊 但是一旦脱离了象群呢 也很危险 但打得肉啊 是不行的 这场战争啊还是很激烈的 这场战争啊还是很激烈的 吃的呢比较灵活 机动性呢比较强 一旦遇到落单的小象啊 他们绝对是痛下杀手 这要是狩猎成功啊 整个狮群 吃上个两三天没问题 一口咬住大象的耳朵 这边喝水喝的啊 把同伴都给忘记了 看一看象群现在开始营救啊 终于激怒了大象 吃了狩猎失败 这场战争啊大象熟利